今天想要來跟你們分享是0056連接基金定期定額15個月的績效分享 哈囉,我是虛擬,今天想要來跟你們分享一個全新的單元 叫做投資訊手存 那其實這個單元也不算新單元 是因為我之前就已經拍過很多類似的影片 只是我覺得這種影片應該要給他一個單元的名稱 這樣子以後大家聽到這個單元就會比較知道 我今天想來跟大家分享什麼 這個單元比較像是記錄的方式來跟你們分享我投資的所有標的以及這些標的績效到底是違和 前面已經跟大家分享過0050、0056以及中信金的存股了 那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的一樣是0050 但是不同的是他是0050的連接基金 如果你對於0050的連接基金有興趣的話呢 我就繼續看下去吧 在影片開始之前如果說你想要接收更多有關信用卡或者是理財的資訊的話 要記得先按下訂閱鈕 並且開啟小鈴鐺設定全部提醒 這樣子有最新的影片在第一時間就會馬上通知你喔 我相信大家在接觸投資的時候 第一個部分不是先接觸股票 不然就是基金 而在股票的部分 ETF我相信一定是現在非常多人在熱烈的討論的標的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想要投資股票或者是ETF的話 你就必須開立你的證券戶以及交割戶 可是因為有些人是比較習慣購買基金的 那這個時候或許你就可以選擇ETF的連接基金 那我這邊先簡單的跟你們分享一下 ETF的連接基金到底是什麼 基本上這檔基金的淨資產 90%以上會投資同一檔的ETF來作為主要的投資標的 接下來剩下10%可能會投資於金融相關的商品 或者是流動性高的短期投資工具 而在於經理費的部分90%投資ETF的部分 是不會再額外奪收經理費的 而剩下10%的部分經理費則是會跟主基金相同 ETF連接基金的特色就是你今天不需要去開立證券戶 你今天基本上可以在基金平台或者是銀行就可以直接申購 而另外一個特點就是你今天可以選擇累積型或者是配息型 那配息型我相信大家應該也很了解就跟股票一樣 它呢會在固定的時候配發利息給你 至於累積型的部分就是不發放股地而將這些股地拿去再投資進入你的基金禁止裡面 這樣子你就可以不需要再額外丟錢進去一樣也可以達到負利的效果 而累積型的另外一個好處呢就是它可以規避稅務的部分 因為現在股地呢你只要超過一定的數字之後是要被課稅的 但是呢如果說你今天是選擇累積型的話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像是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基金就是 而它的選擇就可以分成兩種 第一種就是不配息也就是前面跟大家分享到的累積型 而第二種呢就是配息的部分啦 至於基金跟ETF比較不同的地方 就是基金一天只會有個價格 而ETF呢就像是股票一樣它是會隨時波動的 但也就是因為如此連接基金它就比較不適合頻繁的做交易 至於在申購的費用上面因為一個呢是從台股上面購買 而另外一個則是從基金平台上面 在於台股的部分買賣上面都必須負擔千分之1.425的手續費 而在賣出的部分則是必須在額外加上0.1%的交易稅 所以差不多是0.25%左右的費用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是零股交易或者是特定券商的定期定額的話 有一些啊最低的低銷都是1元 而在連結基金的部分就會依照你選擇平台而有所不同 有一些啊可能是0.6%有一些是0.3% 甚至呢有一些是不需要手續費的 而基金呢在俗戶的時候也不需要再額外負擔費用 所以啊在購買基金的時候基金平台就會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考量的因素 我這邊會推薦給你們兩個基金的平台 第一個呢是我之前有合作過的基附通 而另外一個呢則是聚恆網的基金 基本上這些基金平台都會不定時的推出活動 所以啊有時候你可能定期定額啊或是單筆購入 他們就不收你手續費喔 如果說你沒申辦過這兩個平台的基金 我會把推薦碼放在下面資訊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都可以點開申請喔 接下來就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我0.50連結基金的績效到底為何吧 我這一檔的連結基金呢是從去年的10月開始定期定額 那一開始是每個月3,000、3,000的扣款 後面呢有慢慢的陸續增加 直到今年12月呢我的總投入資本是84,000塊 所以基本上我平均每個月扣款的金額啊是落在5,000到6,000塊中間 那我當初在購買的時候是選擇不配息 目前的投報率呢是26.91% 總損益呢是震得22,608塊 那我這一檔連結基金呢是在基附通上面購買的 我個人認為基附通還蠻方便的一點就是呢 你可以透過LINE呢就可以知道你目前基金的績效到底為何 那其實基附通的最早之前是跟他合作好想退的部分 那好想退我目前覺得他的績效也還算是蠻不錯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之後呢也會跟你們分享好想退的績效哦 那我同時以後去試算0050ETF 他同段時間定期定額的績效到底為何 一樣呢是從去年10月開始扣款 並且陸續扣到今年 那每個月投資金額呢是5,500塊 累積的總投入金額是82500塊 而在這期間呢所得到的鼓勵呢是1,120元 總損益的部分則是22403元 總報酬率呢則是27.07% 所以基本上從上面的數據可以看出來 不管是ETF或者是連結基金 他們的數據啊會非常非常的相近 但是基本上連結基金的誤差 可能會稍微比ETF再來的大一點點 因為呢他只有90%是投資在這檔ETF上面 其他10%是會投資在別的東西上面 所以基本上可能會有一點小小的誤差 但我個人認為這個投資報酬率都是在可接受的範圍裡面 當然以上這個數據就提供給你們參考 如果說你最近一直想要投資 可是又覺得好像去開戶有點麻煩的話 其實透過基金啊也可以達到還不錯的成效喔 那如果說你今天想要透過股票投資的話 不管是永豐大戶頭或者是復古帳戶 現在都可以直接線上加班 所以其實也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就看你自己想要利用哪一種的投資商品囉 今天投資是限手持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如果說你還有什麼其他需要補充 或有什麼講錯啊或是講漏的部分 都歡迎你們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說你喜歡這支影片不要忘記幫我按一個喜歡 或者訂閱我記得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我每次上線影片喔 想要關注我更多生活動態的話 都歡迎Follow我的Instagram 或是按讚粉絲專頁 也可以叫會員觀看更多獨家資訊 還有Web的廣播 我們下期再見囉 白布 其實我之前沒有想到說 欸對喔 可以來跟大家分享有關於連結基金的部分 因為老實說我在很當初的時候 我也搞不清楚 連結基金跟ETF到底有什麼差別 那當然如果說你想要知道更詳細的部分的話 在ETF跟連結基金的地方 我之後可以再拍一集來跟大家分享 這樣大家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點 那其實我覺得 各有好壞啊 但是就是最主要的最終決定 就是你在於你的基金平台的部分 因為有些手續費可能比較高 有一些如果沒優惠的話 尤其是你直接跟銀行購買基金的話 手續費真的會比較偏高一點點 這個部分是大家需要去評估的 因為在很多支影片之前就跟大家分享過 基金的交易成本本來就是比較偏高一點的 可是連結基金它又相對來說是在稍微低一些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都是投資上面需要學習的地方 所以大家大家就是互相學習 互相成長 互相交流 所以如果說你有任何的 不管是建議啊 或者是需要改進的地方 或者是有什麼 推薦啊 什麼的都歡迎你們在下面留言 互相討論 互相增長囉 而在0050我通通都是買零股 而我是在108年的9月25號 第一次購買0050的零股 那我呢是買了50股 而均價呢是84.1塊 花了4225元 那到現在呢 它的投報率是34.72% 而這50股的股票呢 有參與到109年1月的配息 所以我拿到了145元 在定期定額部分 從3月到現在呢 總投資呢是818001元 那均價呢是99.3 而投報率呢 則是14.53% 因為定期定額啊 是從3月才開始 所以目前啊 只有領取到